大家好,今天想說一個叫需求定律相對價格的概念 同學還記不記得什麼叫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就是其他情況不變,價格和需求量是成反向的關係 即是說其他情況不變,越貴就越買得少 或者反過來,越便宜就越買得多 如何應用在一個叫相對價格的概念呢? 這個步驟如果是問答題的話,我們沒有辦法,一定要記下它 一定是答這三句 就是說,當加上一個定額,即是一筆相同的費用 之後就會令到貴價的東西變得相對便宜 那麼便宜,根據需求定律便賣多了 所以別人就會賣較高價格的物品 或者我都說明一下吧 好了,假設有兩件物品,一樣貴是賣一千元的 另一樣是平價物品賣一百元的 好了,然後大家加一筆相同等額的稅 等額,大家都是加一百元的稅 買這個東西除了負價格之外 還要另外加一筆相同的稅 加了之後,給你發覺 貴價只加了10% 這個一百元的稅,對一千元來說 但是平價的物品,這一百元的稅 等於加了價100% 結果就是,貴價的物品其實相對便宜 根據需求定律便宜便賣多了 那麼我們會傾向賣這些貴價的物品 我們選一題問答一題MC看看 好了,二三年的題目Pass Paper 好了,降低重要的字眼 為什麼海外的歌迷通常都會買高價的票 它亦都好些了,關注你了 你用需求定律去解釋 那你就要分析了 買高價票其實呢 你感覺到你應該問這個需求定律 相對價格的概念 為什麼那些人買貴的東西 就是加了一個等額的費用 那其實你就要想了 海外的歌迷其實有些什麼額外的費用要付呢 那可能跟我想到的就是交通、機票、住宿、旅費 那就開始建立到了 就是加了一些定額的費用之後 令到貴價的門票變得相對便宜 相對價格下降 那就傾向買較高價格的門票 那我們用回這三個步驟去答回這一題 好了就是跟回上面建議的步驟 當加上定額費用 這裡要舉些例子 例如旅費、住宿費 那些海外歌迷就覺得高價門票相對便宜些 那麼就拿了一些4分 那麼我們再看一題 MC 好了,以下ABCD 哪一項是跟需求定律並不相符 留意是并不,或者同学可以暂停了画面 自己试想一下,我们先对答案 首先A可以理解为中秋节期间是其他因素的改变 人们买多了可能是庆祝节日 买多了优质葡萄的需求上升 其实没有违反,为什么? 需求定律是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这只不过是一个需求的改变 所以A是不对的 B的选项,同学可能还未学习重量税 我们简单理解,加了税其实是令到生产成本上升 影响了我们的供应,供应会减少 供应减少我们学过,应该会导致价格上升 数量下降,这个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说是谁错 所以B也是不对 选项C出现我们一些关键的字眼 叫做加固定金额 我们上面说了,加了固定金额之后 其实应该是影响长途变得相对便宜 我还记不过,加了固定金额之后 加了固定金额之后,应该长途基相对便宜 应该搭多了长途基,应该不会缩短 所以答案应该是C,并不符合 我们还有时间来看一些选项 我们提高子女免水额之后 其实是减低了一个津贴 减低了养小朋友的完整 或者叫全部成本 根据需求定律 其实应该是,没错了 生多些小朋友的出生率上升 所以是没有违反的 所以A,B,D都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所以答案就是C OK,C,A,B,D,